另外起一个这个东西叫做类别方法 那我呼叫他之后 他就执行了 而且会有个return return什么 return一个cursor 把这个cursor return回来 那我就接到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那我刚刚有讲过啦 你这个 这个是一个类别的方法 他有return只是一个cursor 那我看过很多 他把那个SQL data 那个database 写成一个类别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又要去那个类别里面建一个物件 物件之后的话再去存取它 存取它之后才要把它 非常麻烦 所以你们看到很多书里面 他都把database这一段 包成另外一个类别 我是强烈不太建议 为什么 因为会把程式变得非常的复杂 后面还有一个 第三个单元的 那个范例里面 他就是把它包成独立的类别 可是你们可以看一下程式啦 后来我是把它再改回成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同一个类别里面 而不是又多一个类别 OK那这边的话呢 里面就是取得资料之后 再update update adapter就是说 把它塞到哪里呢 塞到那个leadserville里面 这个应该前面都有做过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东西出来 那当点击的时候 我做什么 把它toast出来 那toast这边好像有错 可以把它改成toast 这3000的话是long 所以这边打一个T 其实它就会自动跳出来 不过我发现这个Eclipse 经常会变成全形 OK然后toast long 这边点两下也可以啦 OK好 那就可以跳出来 所以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点它 它会toast出来 然后如果输入那个编号 假如输入2的话 查询就会有 查询全部出来 OK好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输入一个5的话 会怎么样 查询 没有东西 查5持笔记录 全部查出来 OK 那我是有把这个范例 重新再 做一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的话呢 就是那个乘语啦 就是把那个 查询的这个范例 再另外多一个就是说 查询的功能 然后把它改成所谓的成语 那同学也有把它 做一个变化 只是说好像那个 我这边有 整个有三段成语 里面的话呢 Stream 这个是call到StreamValue里面 里面总共有1000多个成语 那如果说你今天 可以改啦 如果你要查别的东西 也许你要查的资料 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只是说这边会建一个 StreamValue啦 我是把它预设放在这边 那另外同学有问到就是 那我可不可以建一个 db之后 把它直接call过去 这个我是没有试过啦 不过也许可以试试看 看看哪 db的档案 对 db 但是你要先建一个 实际上可以 问题是系统 卡你什么东西 不让你这么做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要try啦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书里面 有人这样做啦 所以 所以可以试试看 如果有同学回去 但是可以 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 把你要的东西包成一个锡口 然后直接进去 就跑在这里 对啊 就是点db嘛 所以你就包一个成语点db 然后当那个你 uncreate的时候 就把它从你的 一般assess里面 资料夹可以放嘛 那你会放assess里面 当uncreate的时候 从assess资料夹里面 复制到哪个地方去 然后可以让 如果你call db的话 我觉得直接dbcall过去 可能是最快上空间那样 所以我是用stream array啦 就是当初始化的时候 再insert到db里面去 不过当然各种方法啦 也许食物上面呢 当然也许你们将来再应用 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啦 不见得只有一招嘛 OK 那当然我想到的 也许可以从网路上捞啊 网路上像之前 我们有个股市资料嘛 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么样 股市资料 捞下来之后 你可以什么 塞到那个sicleite里面 然后呢 将来再把它放到sicleite里面 因为我们之前是 直接从网路上捞 那直接就放到sicleite里面 对啊 你也可以怎么样 先暂存到sicleite 不过这边可能要多一个段 先把网路资料 塞到sicleite里面 再把它放到sicleite里面 再把它放到sicleite里面清单 只是说怎么做啦 我想回去 这个可能 几个同学 可以试试看 OK 那我想今天主要 就把这个 第二个范例做完 所以 另外有一点就是说 OK